师父有个很发起的事情要与师父分享 这边有位同修在新加坡法会前 身体差处有卵巢两种 医生建议切除在法会之间 他祈求观世菩萨 把当法会义工的部分功德转来 叫生子上子宫的虐张 并举愿念余 唱会过去学营的虐张 回来后去医院检查 两种神奇消失了 看见了吗 真的 我都看见他们同修写的这篇文章了 是真实的事情 他紧张都不得了 他心想他要去做这个囊种的切除手术 他就怕 结果他的文章里面写的你还没讲出来呢 他说不能小看法会上面的做功德的能量 对对对 他就给了一点点能量 结果整个就没了不见了 囊种 他本来就是一群一一想回来 就是上手术台的 中手术的 对啊 没了 你说一个法会几天啊 怎么会就没了 想想看 这个不得了 看来师傅 我一直以为他还没了 我一直以为他真的有这个衣服 还没了 我一直以为他不是说 你还没了